要怎么把这两个半环拼到一起 如果不动脑筋 你会发现上面拼不起 那如果先把上面拼起呢 下面的螺旋纹这个时候又合不上 这就非常考验孩子 有没有在家做逻辑思维训练和观察力训练 正确的方法 用右手的环卡住左手的环 再旋转一圈 这样圆环就拼成功了 要怎么把这根长条取下来 如果不动脑筋 顺着回形轨道一直走 走到头你会发现根本出不来 那要怎么办呢 这就非常考验孩子的逆向思维能力和观察力 正确的方法 重新回到起点 继续顺着轨道走 走到一半就不要再往前走了 逆向思维将长条反着走 走到上方的圆环 用长条穿过圆环 再顺着轨道走一圈 这样长条就成功取出来了 学霸和学渣最大的区别并不在于智商 而是思维方式的区别 看问题角度不同 经研究发现 那些经常玩意志玩具的孩子 更善于思考和解决一些难题 家长应该多让孩子接触这类意志玩具 比如这个智力解构24件套 孩子在玩的过程中 无形中锻炼了他们的逻辑思维能力 和独立思考的能力 以及对专注力的培养 家长陪着孩子玩 还能增加良好的亲子互动 欲角娱乐 把孩子玩手机的时间用来做这个智力解构 是不是会更有意义 但是观众 我们也知道 加入動作